他是在去年12月27号的时候 去医院检查 才发现他得了癌症 母癌第四期的癌症 已经第四期而且扩散到肝 变成了肝肿大 而且还有腹部寄水 所以变成这么大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是 刚开始还不知道是癌症 然后他后来就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发现已经是这么严重了 所以整家人都承受那种痛苦 然后孩子呢 还全部还小 还在读书 甚至有的时候心里想着 不知道妈妈及时会离开 所以当时心情都很痛苦 整家人都沉醉在那种痛苦中 再做了一次化疗的时候 我在心里想 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会怎样 但是我还是分享给他 知道许如多的那个帮助到他的那个好处啦 那只要他就跟我讲哦 他当时很很辛苦了的 因为做化疗的时候出现很多的副作用 呕吐还有又失忆没有失忆次 然后身体一直消瘦头发也掉 然后那个时候也不大能睡眠 然后再加上一个更严重就是他很痛 每一天到了半夜 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就会很痛很痛 痛到他已经没有办法顶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想不要吃那个止痛药的 因为他只看了那个止痛药哦 里面是含有那个麻痹的成分的 是才能够止痛得到 所以他吃的时候他是不想吃的 但是当痛的来临的时候 又不能睡眠的时候 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止痛药开出来 吃下去来让他缓解那个疼痛 不然你试一下我们的许如多 然后他就想竟然有这个这样的机会 他想尝试 因为他想救回他自己 他想活下去 他年初二晚上他就吃两包了 一吃了两包当初当天的时候 年初二晚上的时候 他就疼痛减了一半 他就可以很开心 他年初三的时候早上两包 晚上两包 从那天晚上没有再疼痛了 在一月十多号的时候 他去验的时候 他的癌症指数是20018的癌症指数 然后过了一夜 过后就是四夜的时候在验 就掉到23 35就是正常了 掉到23了 已经是正常了 到5月十号就是到了18的指数 等于是正常了 而且他的那个肿瘤啊 在他女房的肿瘤也从5CM小 有一些地小掉了 他CT scan照也是小掉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淋巴那边的 有一个肿块也消失 还有他过了哪里一个地方也是 一个肿块也是没有掉了 是瘤啦 所以这个许鲁多真的帮助到他很很大 他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这个产品 救了他的生命 他很希望这个产品能够带给身边 其他同样这样的问题的人 也是得到好处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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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